留藻礁还是留天然气 把它移植复役 希望到藻礁到另外一个 旁边的一个复役期 那里先复役再建设 还是先建设再复役 都同时进行 我们没有听过 藻礁一地复役成功的案例 更没有听过柴山多杯孔珊瑚 一地复役会成功的案例 直批经济部长沈荣金无知 一句一地复役 让藻礁和能源布局掀起的战役 一触即发 六根圆柱形的那个东西 它就是大潭电厂的六个机组 那将来这六个机组 也都会变成复循环机组 沙子的下方其实也是藻礁 甚至往里面延伸 沙丘下面也是 跟着桃园在地联盟里 市长潘中正造访大潭藻礁区 壮阔美景 下午四点多潮水退去 从黑色藻礁外露 每个孔洞藏着生命宝藏 像这样的环境 其实里面都住着许多的小动物 小螃蟹 紫红色的这一个 这个就是会造交的 壮解藻壳状珊瑚藻 它在老特瓶上面 都可以 只要是一个比较坚硬的基点 它大概二十年还没有办法堆叠出一公分 绵延二十七公里 七千五百年活地境 随着强劲东北季风到来 另一头江来临的变化 却是风在墙也吹不走 为了二零二五的飞河家园 政府打算在关塘工业区 设置七十七公顷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都是生态物种丰富的大潭藻礁 到时候呢 这里都会被填海造陆 危害空前之大 两南之间的话 你要要如何取得平衡点 这才是政府要对居民的承诺 如果珍惜的话 我们是希望它保留下来 不要让它来开发 这个接收站坐下 其实填海造陆的 那也担心将来练油场 陶渊练油场 是不是要迁来这里 政府选定位置 就紧邻这片海岸 但随工程进行 也宣布藻礁死刑 终游证实和经济部有共识 将任阳两旁白玉藻礁区 和关心藻礁区做异地补偿 却也坦承开发区的大潭藻礁 的确会因工程受影响 把现有的破坏 去别的地方富裕 然后拿钱说 把别的地方富裕好 这个都是我们觉得 不知道是欺骗我们老百姓无知 还是他自己本身就很无知 这个关键是在环瓶吧 环瓶如果还没有过的话 我认为这个只是经济部 单方面的自己的假想 当供电吃紧已成事实 开发单位磨刀霍霍 生态和能源展开残酷拉锯 白海豚也许会转弯 但糟糕却注定成为非核家园 这道紧箍咒下的代价